三阵出局 我为啥怎么也打不到弧线球 你得赶紧学呀 季后赛都快结束了 真奇怪 阮小磊居然迟到了 谁想来主持会议 我来 还是我来吧 就你那技术别把桌子给砸坏了 我现在宣布会议 开始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身心疲惫 山人你咋了 被煮了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苦恼 怎么了阮小磊 我昨天给学校的电脑升级系统 结果全搞砸了 哇哦 二师兄也有失手的时候 他可不像某人 我必须要重新设置 XPG796芯片组 以前从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本山人潜力技巧了 淡定 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的 但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 也许我根本就不是干这活的料 别灰心阮小磊 总是有办法来增加你的知识 我一直都跟大家说 要学会学习 通过上课和阅读来学习新事物 掌握新技能 我以前觉得修汽车发动筋 那就不是事儿 但修涡轮增压器时傻了眼了 于是我看了好多相关的工具书 还上了蓝天高级汽修短期班 一切就都解决了 你知道咱们修汽车 是啊 看 我一直都想把琴弹得更好 所以我得花时间学习新的弹法 你说的对 我本以为我是个电脑天才 但天才也有卡壳的时候 电脑需要升级 人呢也需要升级呀 是啊 这主意不错 打得好 安仔 好样的 安仔 你是怎么击中的 我跟教练说我老打不中弧线球 于是他带着我不停地练习 直到我学会的为止 是吧 学习总是能派上用场的 对吧 完全正确 巴菲特先生 我上了个计算机培训班 读了最新的专业书 天才小蕾又回来了 棒极了 我也决定要多学一些新的弹奏技法 嗯 或许我还应该再多学些新歌 记住 每晚睡觉的时候 都要比起床的时候更聪明 巴菲特真言 大家好 我是巴菲特 想要持续地保持竞争力 经营者就需要不断地学习 更多地了解顾客和竞争对手 以及不断变化的市场 养成终生学习与自学的习惯 这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最好的投资就是投资自己 每天要不断尝试去学习新东西 所以要记住 懂得如何通过学习 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得更好 并对自己感到满意 如果你对自己感到满意了 那么其他人也会对你感到满意 知识越多 财富越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asual podium 并inta 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